买玩具了 买玩具了 楚刀特曼要来超市买最新的玩具了 他拿了一个篮子 里面会有什么呢 原来是一只怪兽的人偶 这是什么怪兽呢 把它带在脖子上 哇 超市来了好多新的玩具啊 这是萝卜奥特曼最新的萝卜水晶 把这个买了吧 大王怪兽肚子有点饿 这里有奥特曼的饼干吃完 把这个也买了 这里还有奥特曼和怪兽的变形蛋 楚刀特曼选择了一个怪兽蛋 要来结账了 300元 250元 95元 一共需要多少钱呢 哦 一万块钱 赶紧回家拆玩具咯 贝利亚也来到了超市 准备买最新的玩具 她的篮子里面是什么呢 是一个宇宙机器人的人偶 得快点去买玩具 贝利亚来到超市 她发现最新的萝卜水晶已经卖完了 下次又早一点来才行 幸好这里还有萝卜水晶的惊喜盒玩 来买一个 这里还有奥特曼的软糖食丸 把这个也买了吧 这里还有精灵宝可梦的精灵盒玩 把这个也买回去吧 贝利亚开开心心的回家了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奥特曼买到的玩具 这一次的罗布水晶套装 上面有 艾克斯奥特曼 雷欧奥特曼 还有骷髅怪兽雷德王 和石化魔兽高加尔贡 背后是水晶的玩法介绍 那让我们用水晶来召唤他们吧 雷欧奥特曼的属性是拳法的拳 艾克斯奥特曼的属性是雷电的雷 然后雷德王的属性是岩石的岩 最后石化魔兽的属性是石头的石 玩得肚子都有点饿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包 接机卡片的石丸 哇 好大的威化饼干啊 还有一张奥特曼的接机卡片 是哪位奥特曼呢 雷德王的肚子好饿啊 嗯 好好吃的威化饼干啊 脆脆的 接下来 让我们来变形一下这只怪兽蛋 它的脚是白色的 胸口有两个黄色的器官 它的手也是白色的 头上还有两只耳朵 出到奥特曼召唤出了好多朋友和怪兽啊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贝里亚买到的软糖石丸 包装的左边有四位奥特曼的图像 软糖也有两位奥特曼的图像 让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软糖 是两位奥特曼在对战一只怪兽呢 哦 原来是罗布奥特曼兄弟在对战火炎古兽 罗布水晶的盒碗里面是达达的水晶 里面还有一个口香糖 上面怪人达达 看起来好像被困在水晶里面一样 让我们来把它召唤出来 太好了 我们把怪兽到达从水晶里面召唤出来了 来看一下这个精灵宝可梦的盒丸 这是里面精灵宝贝的种类 那你们都认识它们吗 让我们用精灵球把它抓出来 要来打开了 抓到了吗 哦 太棒了 抓到了一只小精灵宝贝 它的嘴巴张得大大的 然后背后还有巨尺的形状 贝里亚把它带在了手上 它今天也召唤出了好多怪兽朋友和奥特曼娜 好啦 那今天的玩具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 记得订阅并给我们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